動作第一步就是就是把它先複製一個 複製到前面所以建立副本 再來就是游標放在 複製產生的那一個的C1 然後移除重複 所以錄下來會有這四行 然後再來 我這邊多一個X 其實就是把這個range丟到X然後再來跑 其實一樣你把這個放到X的位置也是OK 那只是說 我習慣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些 那再來跑回圈回圈一個一個 那最後就把它AutoFill 就把它欄位調整再換一個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做完畢之後來看一下 我用那個 我我現在先把這些 舊的先刪掉 SHIP的按住 然後delete掉 按右鍵把它刪除掉 那我們重來一下假設我剛剛的這個部分 步驟都做完了然後呢也修改完了我們 其實當然不可能一次就做 很完美 所以一定會有錯誤那有錯誤的話你就除除按F8 F8基本上就這個 第一個先問題 9.slate 所以優標一定會放在問題9 第二個先複製 建立副本 所以會產生 這個產生這個 就是一個新的 再來就是什麼優標放在 C 1 所以C1優標放上去 再來就是什麼移除重複 那移除重複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第3 根據的是第3 第3藍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根據什麼 根據產業別的話 你可以變成第4 根據產品的話變第5了 就是藍的部分 那其他都一樣 按F8 所以移除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們為什麼要 複製一個 一個新的 就是要取得什麼 移除重複之後的結果 但是如果你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不要這樣做 只是我覺得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有沒有移除重複 那 如果別的方法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改寫 看有沒有別的方式 可以 讓你移除重複更快速 好像目前來看好像沒有 沒有更好的方法 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所以 這個方法的話我們可以取得清單 所以前面的部分有沒有 到底在做什麼 基本上前面的部分就是 取得我們要的清單 就是這樣子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知道 總共有幾列 這個地方總共有幾列呢 那我就可以怎麼 用這個 Range C1 放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按Ctrl向下 Ctrl向下取得 就是這個程式 這個我們有做了N變 對不對 很多了 所以呢 取得現在這個值的話 按F8 就會取得 取得現在應該是 7 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到的 也 我們可以做到的